施气症根源在干脾 教你柴胡书干完搭配 趁着夏天驱除一身湿气 想在夏天驱湿气 那也不能乱用药 否则效果是不好的 中医认为外食源于环境 内食多源于干脾 因为夏季很多人都会觉得心烦气躁 性格急躁 所以干鱼的就比较多 而干鱼后会影响到脾胃 同时天热 喜欢吃冷食也会影响脾胃 所以这时脾胃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减弱 这时候身上湿气就会逐渐加重 直到这一点后 我们想要驱湿就可以从干脾入手 那对于干鱼来说 常见疏干解鱼的中程药就是拆乎疏干完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搭配一个十零白猪伞 这种适合含湿重的人 平时除了情绪不稳定 爱生气外还容易出现一些头沉头重 健忘 嗜睡 人懒不想动和脾胃消化吸收叉 容易胃胀胃痛 大嗝爱气 口淡 大便吸糖或者小腐粮 不喜欢喝冷饮 然后舌相白腻的人 而如果说湿气被热气熏蒸后化热了 变成湿热了 那这时就容易出现性格急躁 心烦易怒 口黏口苦 脸上头发爱出油 头皮长红种疙瘩 胃口差 胃中嘈杂 不想吃东西 不喜欢热水 或者大腿根部阴囊潮湿汗多 身上黏糊糊汗臭味重 大便黏腻不成形 偶尔大便是肛门发热等等情况 舌相就是色红胎黄腻的 这时候可以参考柴壶蔬肝丸 搭配上驱湿热的中程药 比如说霍香清味丸 总之呢 对于这种整天心烦气躁 身上湿气还比较重的人来说 想要驱湿就需要同时调理肝脾 否则单独驱湿健脾 肝瘀还是会影响脾味的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如果身体不适 请及时线下到专业医疗机构就诊 我们下期再见